最近小小提供给您油价预计会连五降 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因为预算的问题 被迫部分停摆的影响 本周的国际油价走低 台湾中油从明天开始会调降 汽油每公升0.2元 加油量最大的955千汽油 在调整之后会降到每公升是34.8元 最新的油价资讯提供给您参考